《忏悔,煎大杯水,治愈内风湿关节炎》 原在于《水莲,因果启示录》 作者《无垢尽光》 发表于1996年 L小姐,约30多岁 是一位善良性情温婉的年轻女性 多年来,L小姐罹患全身性的内风湿性关节炎 导致全身骨节异常的肿痛 以致让她痛苦不堪 尤其脚、膝盖关节的酸痛 可说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对于她,任何的行动都是一种负担 而上下楼更宛如一种折磨 尤其能够跪坐对她来说 也只是一种奢望 L小姐所遭受的痛苦 可以从她依稀清秀 但病苦憔悴瘦弱的脸旁 看出多年来残酷的病痛 在她身上所留下来的折磨痕迹 但L小姐对她的遭遇并不很怨恨 因为她有很虔诚的佛教信仰 她相信一个人今世所得的 必定起因于前世所做的 基于对因果的信念 于是她前来拜访水莲斋主 水莲斋主看着她 叹了口气对她说 这是一段和毒咒有关的前世因果 因为水莲斋主看到了一位全身被毒咒 所伤的妇人缠伏在她身上 原来在某个前世 L小姐是一男子 因为基于同村一位孤单寡妇的庞大家产 所以用她从别处所习得的咒术 偷偷地诅咒这为寡妇 以达谋财害命的目的 此种咒术是制作一小布人代表这为寡妇 然后建自的以细针扎进小布人体内 而达到诅咒的目的 想不到L小姐的前世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总共诅咒了一百针 而且针针下的阴狠毒辣 非知寡妇于死地不可 结果这个寡妇不仅活活被诅咒痛苦而死 而且此种毒咒从此让她无法解脱超生 寡妇的痛苦和怨恨便是强烈的 因此不管时空如何地变 寻到了也必定要报复 而L小姐所受的痛苦也因此可以理解 那不单只是生理上的病症 因为一切生理上的病症 不过是灵性的一种投射 从业力的观点来看 L小姐当初很毒的诅咒了别人一百针 根据业力的回向性 这些毒咒当然终究会回到她身上来 而如果从转移和同体共受的观点来看 寡妇怨恨的附在她身上 所以寡妇所受的痛苦也就是L小姐所要受的痛苦 当然也就是寡妇要她所受的痛苦 所以水莲债主说 L小姐的灵体上全身密密麻麻的被无形的针封住了穴道 而且针针不少 刚好一百针 而这也就是当初她对寡妇说失于毒咒的回向和惩罚 故事到此让我们不得不感慨和警惕的是 当我们诅咒了别人也就是诅咒了自己 当我们祝福了别人也就是祝福了自己 至于我们是要恶的诅咒或是善的祝福 就完全存乎自己的一心了 而L小姐毕竟是善良诚恳的 当她听完水莲债主的叙述后 不禁流下了眼泪 她对水莲债主说 她不知道她的前世竟然做了这样上天害理的事 她更业的说 我真的很对不起 不知道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有什么我可以弥补的 诚恳仿佛是一种特质 不需要任何的掩饰或勉强就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 L小姐的眼泪代表的是一种真诚 更是一种清静的忏悔 因为她深刻的从自己的痛苦中 体会到了她曾家住在别人身上的痛苦 所以她能够去承担和忏悔 而真诚的忏悔也不是一迟的 自此后L小姐常常向对方道歉并痛气的忏悔 有时常常独自忏悔到泪流满面 这样的忏悔是何等的深切和真诚啊 不禁让人感动 而这样的忏悔无疑的 不就像是一种心灵的甘露吗 不只往内清洗了我们的贪嗔痴 清洗了我们心灵的种种污秽和污垢 也浇西了由怨恨而生的怒火 化怨恨成宽容 像这样真诚的善女子 她的罪业无论如何的深重 也终将得到救赎和宽悠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中 由于L小姐不断的行忏悔 建议修持大悲咒水法 加以水莲摘主的协助 终于破除了毒咒 不仅解除了业主的痛苦 也间接地解除了她的大部分痛苦 当数月后 L小姐再度露面时 众人都惊叹于她的转变 因为她秀丽高雅 容光焕发的外貌和以前憔悴 瘦弱病苦 行动不便的行貌 简直判若两人 虽然她的健康尚未完全恢复 但病痛以大为减轻 像这样真诚的善女子 她的罪业 无论如何的深重 也终将得到救赎和宽悠 所以在往后的日子里 由于L小姐不断的行忏悔 建议修持大悲咒水法 加以水莲摘主的协助 终于破除了毒咒 不仅解除了业主的痛苦 也间接的解除了她的大部分痛苦 当数月后 L小姐再度露面时 众人都惊叹于她的转变 因为她秀丽高雅 容光焕发的外貌和以前憔悴 瘦弱病苦 行动不便的行貌 简直判若两人 虽然她的健康尚未完全恢复 但病痛以大为减轻 行动也较前自如便捷了不少 到此一切可说是功德圆满了 水莲摘主告诉L小姐说 她的善菩萨不再怨恨她 也不再障碍她了 和她的一段恩怨已经了结了 但因长久受伤的灵体 还没完全恢复 所以等几个月后 就会自动离去 L小姐听后心生不忍地说道 但我还能再为她做些什么呢 只要她需要的 我都愿意做 做到她完全复原 离苦得乐为止 真是一个善良的女子 此刻她忘记了她未遇的病痛 却全心全意地要付出她所能付出的关怀 她的真诚善良 她所流露的锦怀 是如此的宽容高贵 仿佛所有人世间的苦难和困恶 恩怨和情仇 都可以在如此无缘无悔的真诚关怀中 得到顿时的升华和超越 L小姐的善良真诚感动了我们 也深深地感动了她的善菩萨 她特地要水莲斋主转告她的感激和感谢 谢谢L小姐这些日子以来为她所做的一切 水莲斋主显然也为这阴阳双方良性光明的互动所感动 她动容地说 真是难得啊 竟然有人这样真诚地流露她无私的关怀 而对方也能以感激感谢的心情来回应 这真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让我这个旁观者也受到很深的感动 是的 将所有的怨恨全部怀为感激 将所有的怨对全部怀为感谢 让阴阳间以良性光明的互动 破除彼此幽暗的隔阂 也让所有的苦难困恶都能升华超越 成为清新的喜悦 达到阴阳两亿的目的 而这些不就是水莲斋主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愿望吗 我们的变得更有很疯的 我们的更多二亿爱